非常便飯 飆高音相當到位 鸚鵡除了會唱歌 模仿能力也毫不遜色 通訊軟體鈴聲 鸚鵡學得有模有樣 就連摩托車發不動的聲音 它成長的時候 它會把所有的聲音全部吸收 部分的寵物鸚鵡相當於 人類五歲孩童的智商 想讓鸚鵡多才多藝 不少四主會砸前讓鳥堡上課 騎腳踏車 滾輪或是籃球 樣樣都難不倒 學習一種才藝要價約一萬五 但目前最夯 四主最愛的就是放飛訓練 一 二 三 五彩繽紛的金剛鸚鵡 在天空展翅翱翔 如何換回鸚鵡 關鍵就是哨子 用哨子吹出長短音節 下達指令 讓鸚鵡回到主人身上 訓練密技大公開 初期得靠這條放飛繩 小雪 媽媽那邊 小雪 來 達成任務後可以用食物獎勵 再順便教他說話 小雪 說什麼 謝謝 學放飛基本價至少四萬塊 如果訓練師手上 同時有很多隻鸚鵡來上課 月收日十萬不是問題 但訓練背後其實相當辛苦 如果說送來的鳥已經一歲多了 那就有可能 我們中間在家裡磨合的時候 就可能會被牠先攻擊一番 其實我這隻送去訓練上課 大概是送了大概兩到三個月左右 是 然後它的成果呢 就是它其實練得很不怕人 然後減敏訓練很強 鸚鵡訓練班越來越夯 四主不惜砸大錢 為的就是要讓寵物能學會一技之長 暫地新聞到達成林均 台北桃園